全國國人對肥皂局 大家都沒有興趣 不曉得為什麼這兩個小時還被雲地打轉 韓院長你真的很有耐心 我們聲表敬佩 同樣的民進黨 我坐不同樣的位置的時候 就有不同樣的看法 到底民進黨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我現在蠻懷疑的 到底民進黨團 今天是要讓賴總統來 還是不希望賴總統來 我到現在還聽不懂啊 還是聽不懂啊 到底是來搭台的還是來砸場的 我到現在沒有聽懂 第二個就是政黨比例9.2 這不是小事喔 這一定要三個黨團都統一喔 我們已經花了150分鐘 討論這個幾個小結論 這幾個結論 怎麼會是小事呢 院長我們講劉聖勳的問題 來問這一點就結束了 等一下會討論 發言 接下來請莊瑞雄幹事長發言 副崑奇總召請請 謝謝院長 我想啊我們 按照我們的立法委員 之前行使法的規定 就是說我們立法院 本來就得聽取總統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可以聽取總統的到立法院的這樣的報告 那代表說啊這個發動權啊 還是在於我們立法院啊 也不是總統想來啊 他就可以自己說 我要到立法院來 那第二個啊就是說 總統呢 他就他的質詢相關的國家大眾的方針 得知請立法院同意以後來 他想來也要經過立法院的一個同意啊 所以很顯然呢 也就不要去扯什麼新民意舊民意啊 兩個都有民意啊 謝謝 謝謝莊惠雄委員 精闢的發言 謝謝啊講得非常好 對不起啊請 副崑奇總召請 謝謝院長啊 這本席第一次發言 從提案說明以後啊 院長開放給大家針對 這個賴總統在大選前表達 希望如果有機會他當選後 能夠到委會來做國情報告 那依照我們的資權行使法 也依照憲法徵修條文的這個 第四條第三項 我想我們資權行使法已經寫得很清楚 好 那院長剛剛也不斷在聚焦 就是到底 呃 我們 發言 有多少時間 多少人數 好 我們的順序是怎麼樣 那政黨比例是如何 我想 剛剛韓院長 針對這個問題已經請教各政黨請教了 因為算起來我們從兩點講到現在 兩個小時 我想我們再回到重點了 全國國人對肥皂局已經 大家都沒有興趣了 好 現在應該是要把我們接受人民的託付 而且賴總統當選人 在賴候選人的時候 就表示他有機會當選 要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我想國民黨團立場非常清楚 我們會友善大格局 然後也歡迎賴總統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那人數的方面 我要特別 向民眾黨的這個黨團三長來表示敬意 他們也表示說 對於啊 這個人數的部分啊 依照政黨比例 他們也沒有意見 所以我想今天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都已經再三再三表示高度的善意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兩個小時還在雲地打轉 所以也要拜託院長 我們可能在草野協商上 我們要特別能夠盡快的 因為全國國人都在我們屋上在看 我們光一個人數 然後什麼時間 逃了兩個小時 我想真的 賴院長你真的很有耐心啊 我們聲表敬佩啊 不過我們格局可能沒有這麼大 在這裡做到實在是 從提案說明完到現在 第一個階段還沒有進行 所以到底我們的人數時間 因為過去在院會質詢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對院長的質詢是30分鐘 那如果說 如果說就專題專案的部分 專案的部分 專案報告的部分 大概一個委員是15分鐘 那過去有771還是要992 771還是992 我這邊因為 我們上個禮拜五 草野協商在院長室的 我們的善意協商 就講得很清楚 大家希望說 這個民進黨團主要幹部 能先請教一下賴總統 到底他希望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 好 那我們了解什麼樣的方式 可能我們在溝通上會快一點 好 那本期現在再次的強調 好 人數 發言時間 我們現在在 院會的 這個專案報告是大概15分鐘 不管是7比7比1還是9比9比2 還是9比9比2比3 9比9比3 這個我們都尊重 好 那順序的話 那順序的話 是大黨到小黨還是小黨到大黨 都可以 好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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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院長 很院長 我們不管是 就人數的問題 好 政黨比例的問題 發言時間的問題 順序的問題 好 我們大概都有做的意思表達 好 不過 我還是要在這裡講一下 我們不要再把過去的事情再 持續的打轉 好 因為我想這個過去民進黨團 在2012年的4月9號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強力要求急問急答 那如果今天 民進黨執政以後認為急問急答 是在野的時候的一個意思表達 執政以後就不同意這樣的表達 好 同樣的民進黨 有做不同樣的位置的時候 就不同樣的看法 當然我們也尊重啦 但是總要表達一下 到底民進黨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看法是什麼 那總統當選人 他本身的意願又是如何 因為 上個禮拜五我們做三一溝通的時候 就再三請 這個民進黨黨團幹部 問一下 賴總統的看法是什麼 我們才能夠就他的看法 來做實質的討論跟協商 但是到今天為止 完全沒有聽到這個問題 或是也可以先不要講賴總統想什麼 把賴總統想什麼 變成你們黨團的立場 現在直接講出來也可以 但是如果 我們實在是都沒有進度的話 不曉得說 這樣的協商 到底有什麼樣的實質意義 全國的國人都在看 大家要不要寫歷史 今天寫完歷史以後 像今天我們黨團友在講這個事情 到底寫了歷史以後 賴總統是以總統的高度 我們是我們這裡每一位都是一百一之三分之一的人 我們是見證的人 我們只是見證而已 當然院長高度是不一樣 但是其他的立委都是一百一之三分之一 今天已經這麼大一個事情 要賴總統能夠寫下歷史 見證歷史 我現在蠻懷疑的 到底民進黨團 今天是要讓賴總統來 還是不希望賴總統來 我到現在還聽不懂啊 還是聽不懂啊 到底是來搭臺子還是來雜場的 我到現在沒有聽懂 所以啊 今天到底是很奇怪 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 只要兩個多小時 到底要講什麼 所以我這裡真的是 要請院長 民視齁 好不好 謝謝 柯總說稍微等一下好不好 讓我嘗試性的 不 麻煩你稍微等一下好嗎 因為你在 讓我嘗試性具體的提出來 綜合各三個黨團的看法 大家聽聽看 這個能不能接受 那麼 我們現在開始對於 總統如果到院 國情報告 我們暫定每一個委員 五分鐘時間 大家有意見 回頭可以討論 沒有問題 第二 我們政黨比例代表 992 第三 我們依序 台灣民眾黨 民主進步黨 國民黨 這個都可以調整 完全沒有問題 只是 我們總是 我們總是把這幾個問題 清清楚楚把它講出來 拋磚引玉 那 如果各位委員 各位黨團幹部 對我所提出來的 有意見 請針對 我剛剛所提的這四項 直接做出說明 其他 拜託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謝謝 請 柯建民總長 議員長 我不知道 今天講的核心問題 你有沒有在思考 剛才 副總長講的 整張笑得很可愛 那講了半天 我不知道他們 到底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包括房層委員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講 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那是一個 你講992 5分鐘 那個小事 那小事 但是他 來的時候 這個多小事 992 5分鐘 那個多小事 重點 他來是要 急問急答 還是要 要 要依照憲法 到最後 他得的統一回答 當然這個是一個問題 重點在這個地方 什麼 我一直回避問題 然後我就說 我們是來 找雜拆台的 我們來委員說 你回去這裡 開臉書 這是憲政問題的 台灣核心嚴肅 那洪章委員現在趕快跑掉 我不像是 切一席的 審判他 但是呢 我只留下一個紀錄 我要對各位所員的 做一些 抗法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剛好治療委員 以及 我們 我們 專理上委員 都講的就是 憲法層次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在講憲法 不是說 總統來 什麼人來 一黨多少人 來的時候 他是要怎麼樣 健行 他的國情報 這個才是重要 我們可以做違憲性的解釋嗎 黃河昌委員 既然講說 憲法 核心違憲 是我的看法 他認為沒有 沒有 這個我 我認為 這個非常嚴重 怎麼 現在我寫得這麼簡單 讓大家 我們講的 胡家瑋 我們幾個講的很簡單陳述 既然故意列過 故意不聽 是不是他是因為讀醫美法系的關係 我不清楚 還是他到底是 一直都站在對應的面場 對應的立場上 尤其 剛才 夫人區委員 以及黃河昌委員 所談的 過去我主張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2012年4月 大家都知道 我一開始就講過 我們曾經要要求 要求疾問疾答 但是都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進行 我不是 我不是只有2015那一次 胡家瑋昌故意把他嫁接起來說 我2012就知道2015的事情 20124月很大時候 不是只有我民運黨黨團 台灣黨黨團 還有親黨黨團 李同好 共同開記者會 針對什麼 針對油電商長 針對 收入金 針對情流感 以及 油價上廣的問題 還有這個 新的健保 繳會不公平 另外 有一個比較爭議性的 就是 一國兩區 憲政檢視 這個是 當初的在野黨 聯合開記者會 三個黨聯合開記者會 當然 這是 針對 那時候情況 大家做政治攻防 我承認 這本來就是一回事情 再來講台灣執政黨 執政黨 再來講台灣執政黨 這是天津第一 即便 我們今天執政被挑戰 也是天津第一 所以不要隱異私益 所以2015 我剛才講2105 2106 4月我也講過 所以 那時候卡在什麼 卡在核先性的問題 所以大家心裡很清楚 等一下 我並不是要到籤子 因為你講的 友善大哥局 我搞不清楚 你們講的大哥局是啥 這是要 所以兩個問完 三個問完再回答 這個大個局 這個是違憲的 黃孟凱琳也這樣主張 胡文綺也這樣主張 賴斯法這樣主張 這個徹底違憲的部分 這什麼大哥局 話講得漂亮 但是呢 裡面根本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我今天要大家 面對問題來回答問題 憲法已經 已經修過了 把後門那一段 就是說1997年 把後門那一段 可以 所以 編導國事 提供建議那一段刪掉了 2005年 我們也把它刪掉了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 回答的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 看看現場很簡單 說院長 我知道你 你跟我學學 我不好意思 我是講問題 你手機問你 你剛才講的那個都小事 那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 那992那個時候五分鐘 那這個都小事 重點 有很多來 是要怎麼建行這個 國勤報告 是要怎麼回答 不是同一同答 那個當然違憲 你違憲 你違憲的部分講 就是要在核心底下 所以 我想 你旁邊那個 周恩來啊 秘書長 應該很強 可以 稍微回答 我想聽你告見好不好 謝謝你 那關於這個 五分鐘 每一個委員 您有沒有意見 你是完全同意嗎 第二個就是 政黨比例992 這不是小事啊 這一定要三個黨團 都同意喔 這可 我們已經花了150分鐘 討論這個幾個小結論 這個幾個結論 你怎麼會是小事呢 院長 我講劉聖遜的問題 我知道 來問聖遜的問題 還同一同答 那個才是大的問題 這一點就結束了 等一下會討論嘛 我們先把 大家能達成共識 我先提出來嘛 再來 依序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政黨的秩序 有沒有意見 請就這幾個 吳思雄委員 你要再 幹事長你再發言 麻煩就直接針對這個 好不好 謝謝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 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 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 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 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好 好